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下面我为大家接着讲解G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个程 上节课咱们讲到了环境的配置 这节课咱们接着讲环境的配置 咱们上节课把环境搭建中的一个项目 搭建好了 然后把这个项目的一个原型 包括它的炸包 包括它的一些包都搭建好了 包括Tombocad和MyEllipse JDK这些都配置好了 咱们下一步就是需要去配置一下这些 搭建一个配置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主要有哪些呢 咱们做一个web项目 最重要的配置文件 当然是咱们的webxml这个配置文件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咱们这个系统默认的一个webxml文件 它里边只有一个就是一个欢迎页 就是默认的一个页面 就是一个index.gsp 就这个页面 然后还需要哪些东西呢 这个里边还需要很多东西 比如说咱们用了Spring MVC Spring呢 包括这些配置 还包括web里边经常用到的一些 比如说是一些编码的配置 包括open session这些配置都需要去用到 所以说咱们现在要为了节省大家时间 把这个配置文件 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写好了 那咱们只需要把它去靠过来 然后就OK了 咱们把它替换掉 咱们看一下这个web.xml文件里边的配置 都有哪些咱们一点一点的讲 这样吧 咱们先把这些配置文件都整体的去考过来 然后再去讲解每个配置文件的作用 第一个是web.xml 第二个是Spring的MVC的配置文件 它也是放到咱们的一个webinfo下边 然后还有一些Spring的配置文件 这是我以前做的一个项目 直接放到srt下 然后里边还有configure下边有几个Spring的配置文件 然后咱们去放到这个configure下边 这个目录项目录就是这么个结构 这个整个的配置文件我都考过来 这个配置文件我为什么这么考过来 这么考过来呢 第一方面是因为这个 是这 手写这个配置文件会发好长时间 就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另外一个就是 咱们平时在项目开发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一定要积累自己的一套配置文件 不要到时候临时抓佛脚 就是人家领导或者老板让你去干一个什么 干什么一个项目 需要干项目第一步要搭建这个环境 配置工程 这样你从头开始搞的话 就特别慢 而且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你机里这么自己的一套去配置文件 然后上手了以后直接拿到来就用 这样会刻发快 就是领导也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而且这属于你的一种财富 一定要就是时刻的把它存起来 包括可以存到本地 也可以存到这些网牌上之类的 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这也是咱们的一个开发经验 和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咱们开始讲解这个配置文件 里边都有哪些内容 它是做什么的 首先web.xml 这是咱们的web的一个根 最主要的一个项目 首先有个换源页 咱们原来是html 咱们把它改成gsp 就是说改成默认是gsp的默认页 然后这个是sprintmvc的一个配置 配置咱们这一块 它主要是一个dispensseverate 就是一个拦截器 然后这是一种severate的一种配置 这是在大家做web项目里边 非常通用的一种配置 然后这里边大家看到注释的地方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这块 就是能去咱们灵活的去配置 这个sprintmvc的配置文件的一个路径 如果它不配置的话 默认的话就在web.xml下边 如果配置的话 你就只可以随便配置 放到哪块都行 咱们这个sprintmvc的这个配置文件 它的名称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我这叫sprintmvc 这块就叫sprintmvc.shml就行 这样的话就能对得上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sprintmvc的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这块是一个filter 是一个关于编码的一个filter 也是sprint给咱们提供的 它能使咱们的一些web请求 都以utf-8的编码去编码去 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一些 咱们将来用项目中用到的中文乱码一些 这些都非常必要的 咱们一定要提前配好 不要出了问题 出乱码这些 这都是最低级的一些错误 就是一些初学java的人 初学javaweb开发人才会犯了错误 后边就是open session 这个将来也有什么用呢 咱们将来碰到的时候 咱们再讲 这个是给hypernet用的 其实这个我现在是配了 但咱们将来用的hypernet只说 gbpm的hypernet 不一定能用到它 咱们现在配上应该也不妨 这个就是一个sprint的监听器 sprint是通过listener去启动的 咱们知道一个web项目的启动 重选是先listener 后filter 最后sprint 也说sprint是它最高级的一个启动 所以说它用listener 它需要第一个加载 这个就是一个sprint的一个配置文件的 加载路径 咱们把它放到class pass 就是这个文件 把它放到这儿了 这个就是指定sprint的配置文件路径 这个就是咱们webX 然后就配置完了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sprintmvc的配置 sprintmvc的一个配置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首先上边这个xsd 就是整个的一个部分 就是咱们sprintmvc的一个标准的配置格式 它这个是它这个上边这个xsd有什么作用 就是它能规范下边这些标签里边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这个标签有bin或者叫mvc标签 这里边都会有规范说明的 如果你配的不对的话 它这上面就会报错 比如说咱们那个a 看我这个a标签 这也说是上边sprintmvc就没有允许这个a标签 这么一说 就是它会报错 这就是咱们对咱们的一个相当于错误检查的一种 一种规范 上边的咱们用不同的sprintmvc 可能这块的不一样 咱们现在用的是都是3.0的 这个基本上就够用了 然后sprintmvc有这么几个配置标签 第一个是注解包 它是扫描 咱们都是用 咱们将来讲解sprintmvc 包括项目中使用的sprintmvc 都是用那个注解去实现的 这样的话咱们就非常方便 所以说咱们注解 扫描哪些注解包 这种是com.gppm的controller 咱们这块再建一个controller包 让它扫描controller里边的一个问题 controller里边的一个注解 然后呢 后边两个这是实际上的一个默认的两个类 它只主要是负责咱们的一个注解的一个annotation 一个headler mapping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把注解放到一个映射里边 然后去访问的时候 通过这个映射去找到这个注解相对应的类或者方法 这个是咱们sprintmvc的一个原理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多看一下sprintmvc的原理 我这里只讲应用 不讲原理 这两个就是sprintmvc的一个静态文件 资源文件的存放 这里边就是它的一个视图解析器 就是说我这个你这个视图 到底用什么去解析去去解析 咱们这块就用gsp 这边就是一个可能将来咱们会用到上传文件的一个东西 包括sprintmvc咱们用的一些上传文件的一些东西 咱们就把这个也配上 这是sprintmvc的一个配置文件 咱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将来会给大家分享出来 大家可以直接用就OK了 然后就是一个sprintmvc的配置文件 sprintmvc和habinet的配置文件 包括gppm的配置文件 它们三个的配置文件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总的来说是sprintm去管理gppm和habinet 这是毋庸置疑的 咱们sprintmvc怎么去管理呢 是我去sprintm 咱们刚才把sprintm的配置文件导到这了 就这个文件 大家看我进来以后只有一个这个 这是我的一种就是技巧 然后就说我这个里边只讲 只会把第三方的包去引用进来 配置包去引用进来 具体的各个模块我会分别去配置 这样会方便管理 比如说他把它的路径导到configure 下边的application 开头的新通配的一个 比如说这三个 就是说我把这三个导进来 就意思是 但是它们整体的在sprintm看来 其实都没差别的 都是一个东西 但是我在配置起来 看着在人工看起来 其实是有差别的 这三个块都分别是什么呢 一个是并配置 就是咱们里边的一个sprintm的一个 包括sprintm的扫描包 和sprintm的开启注解的一个包 这是sprintm的一个配置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它的一个核心文件的配置 包括sessionfactory 这是咱们habinet用的时候 必须用到的一个东西 包括它的事物 一些配置 这个是它的一个datasource的配置 这个是两个sprintm的一个 gdbc template的配置 具体这些配置都是做什么的 咱们将来用到的时候 再给大家细细讲解 这里边大家一定要明确的 就是感兴趣的是 你看大家看到一个datasource 这边还有一个sessionfactory 这是两个都在配置数据库 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套系统 用的是相当于是用了两套去访问 两套访问数据库的方式 一种是habinet就用这个 一种是gdbc template sprintm的gdbc template 就用这个datasource 所以这是两种文件都会配置 这个就是咱们 jppm去集成的时候 它配置数据库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是habinet 咱们看jppm 这就是咱 jppm配置数据库的一个文件 叫jppmhabinetconfigure 大家把这个文件考过来行 包括jppm的configure 包括jppmhabinet jppmspring的这些都考过来 然后主要是这几个文件 一二 一二三四五六 把这六个配置文件考过来以后 然后做了一些调整 这些文件原来都存在哪呢 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找一下 咱们当时 下过一个jppm的一个包 然后里边它的配置文件 大概都在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在srt下边 所有的配置文件都在这里 这里边 需要哪个 就直接拿过来考过来就行 这些都是配置文件 咱们需要的就是这几个 其他的 其他的包 其他的配置文件 其实也是存在的 它会存在在 jppm的一个炸包里边 咱们可以有兴趣的 可以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jppm炸包 jppm炸 看配置文件都在这里边 咱们只不过把这些文件 配置文件 拿出来以后 又放到这儿 又改了一下 就相当于是咱们 咱们战法代码里边的一个重写 那个原来是相当于是负类的 咱们只要把它放到这儿 再重写一遍 就是用咱们的了 这个就是这个原理的 然后Spring和jppm 它的一个集成核心配置在哪呢 这个是我重点要讲的 大家仔细看 就是在这个文件里边 jppmconfigure 它需要改两处 咱们看一下原来的这个jppm 咱们看一下原来 它原生的是什么样的 原生的 它不在这块 在这个这儿有个example 例子的举例里边 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就是它原生的 这个就是它原生的 咱们看一下它原生的是长什么样的 原生的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只是说 把引入了几个jppm常见的 几个configure文件 大家看一下 和咱们最新的 对比一下 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就说最上边的这个 Android Text 就是我这个引擎的文本 我把它把它放到这个 Sprint的一个call文件里边 也就是说 这个是相当于是关联的一步 第二步就是把这个事物控制 原来的原来是这个 看到了TX事物是Harmament的事物 咱们现在改成Sprint的事物 这只是说就这两个地方有区别 其他地方是都没有区别的 看一下 这块啊 还有一个这个地方 它把 它把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 比如Sprint的Default KFG CFG 这个也拿过来了 大家看一下 也就说 这个里边这些功能 引入的一些 ZBPM的功能 就是说是咱们里边 是Sprint去集成的时候 必须要用的东西 所以说咱们把这里边没有的 把它都添进来 这就OK了 具体里边 其实咱们项目中 其实有些地方是不用的 但是 咱们因为做东西嘛 就是凝缺误滥 可能 可以多添加点 添加点 然后出了问题以后 咱们再去定位问题 因为它毕竟是原生的东西嘛 咱们一定要把它都烤进来 这个就是咱们 第一个要去关注的地方 第二个要去关注的地方 就是咱们这个 Sprint里边去 去如何去 应用ZBPM的一些东西 咱们用Sprint去管理 ZBPM的核心 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把Sprint ZBPM里边的一些核心类 然后交给Sprint容器去加载去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理 所以说有哪些核心类呢 这不就是咱们里边要关心的 第一个就是 GPPM Sprint Harper 这个是咱们的GPPM里边的 把这个 配上 第二就是 Process Energy 就是咱们流程引擎的一个核心类 把这个也配上 然后后边就是咱们几个服务 五个服务 包括一个 这些五个服务 都是由那个 Process Energy 去生成的 所以说咱们Facture Bean Facture Bean 这些Facture Bean 相当于工厂模式 是用它工厂里边去建造这些服务的 所以说它是包括 服务包括流程的一个管理服务 发布服务 还包括一个流程 那个流程实力的一个服务 这个是流程任务管理的服务 这个是流程历史查看的服务 这个是身份识别的服务 大家现在不需要 一个一个的去记这些服务 咱们将来每个服务 基本上都会涉及到 这些服务 咱们JBPM所有操作 都是由这些服务提供的 也就是说 这些服务其实相当于是 给咱们一个工具类 咱们利用这个工具类 去操作JBPM 这就是咱们的一些原理 这就是把那个 JBPM的核心类 交给Spring管理 这样就做到了 JBPM和Spring的一个集成 这是咱们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集成点 咱们就讲完了 讲完集成以后 咱们就开始 既然集成完了 咱们就开始去 启动这个项目 看看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项目可能也是 用到数据库的 咱们去第二步是要配置数据库 配置数据库的地方 一个是这个地方 这是Heavenet 要用的配置数据库的地方 咱们先建立一个自己的数据库 测试数据库 比如说建立数据库 咱们比如叫 TS的JBPM 咱们选择编码是 UTF8 咱们看一下里边表是空的 空手据库 然后咱们这里边把JBPM都换 把手据库都换成TestJBPM 这个是JBPM用的 刚才那个是Heavenet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Spring去 刚才咱们看到的Spring 它去也会去用这个库 这里边所有的配置都是一个同理 就是一个JBPM库名称 包括它的语言 包括它的用户密码 还有包括它的这个Heavenet 这一个配置就是启动的一个类型 是Quality Updata 这些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咱们这里边注意的是 我这个MySQL 5.5必须用的语言 就是MySQL这个方言 必须是这个方言 用Inner的DB的好像不太好用 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个就是数据库配置好了 以后下一步咱们就去启动这个项目 我们看一下 启动项目首先把这个项目去部署进来 部署进来 部署进来 然后就启动 第八个启动 咱们只要 怎么去验证这个集成去成功呢 第一个是启动没有报错 第二个是 就是咱们这个库里边 会把这个JBPM默认的18张表去建立了 这就是咱们默认的启动 启动成功了 咱们看一下能否启动成功 看到了报错了 咱们看一下报什么错 看一下报错 报错不可怕 咱们这个其实这些项目我以前都做 我都已经做过一个demo版的 之所以没给大家去完全去呈现这个正确版本的 是因为让大家看一下报错以后怎么去处理 大家看一下报错一定要从最顶头看 因为对战打印的是最顶头 则是最根源的东西 他说unknowndatabase 你看咱们database其实写错了 缺了一个t 所以说 咱们 这是一个 把这个 都去改正过来 然后再启动一下 看一下启动是否报错 看 好 还报错 但是咱们表好像是 也是报错 但是happnet好像已经工作了 他好像打印出了一句 咱们看一下表是建立了吗 哎 18张表全建立了 但是还是报错 咱们把 我刚才说咱们集成成功是有两个 一个是表建立了 另一个是不报错 咱们看一下 说是 现在还报错 咱们就看一下这个错 就是说这个class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 apache的fielup fielup fielup 这个就是apache的一个 Io的一个 就是上传文件的一个包 这个包为什么找不到了 就是为了咱们开始 为什么咱们开始没有加载进去呢 是因为 这个sperio里边要用到这个上传文件的 但是它又没有自带 所以说咱们必须把这个去 考进来 大家如果要是不不确定这个 到底是缺哪个包的话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这样的话非常 一下就有答案告诉你这个其实是缺这个包的 然后咱们怎么去 咱们去把这个包去加进来 其实我已经下载好这个包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common的一个 Io和fielup upload的一个包 咱们把这两个加进来 加进来以后咱们看一下 把这两个加进来然后重启 看一下是否能启动成功 看一下效果 如果启动成功了 就证明咱们集成这个已经成功了 这就是咱们那个JBPM和它这个集成整个成功了 看报错了吗 它havenet的启动会很慢的 它会去检查sicle语句 会把sicle把seton factory什么都建立掉建立了 havenet之所以它的快是因为它会提前会加载好多东西 这个就是咱们但是它启动的时候会很肯定是要慢的 包括sprey的启动也会做很多事情 它会把每个映射都会加载进来 sicle setup了 好咱们看一下 其实是没有报错的 这就证明咱们集成整个成功了 如果大家还不放心的话 咱们看一下这个项目到底能不能访问 我们看一下它默认的是indig是点gsp 咱们看看这个indig是点gsp里边是什么内容 咱们访问一下这个项目 看看这个项目里边能不能转到这个页面 咱们看这样的话就算集成成功了 我打开一下浏览器有点卡 咱们打开一下tomcat的默认是8080端口 咱们刚才的项目叫jbpm 咱们叫jbpm 看一下 咱们访问到了 应该就是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它就是jcgsp 看 对这个页面就是咱们要访问的页面 这个这种查看方式非常别扭啊 咱们下节课把它改掉 咱们用这个 这个去查看 咱们把它为了确认一下 咱们把它加几个咱们自个儿的字 看是不是这个页面 对 这就是这个页面 也就是说咱们的项目完全能在浏览器上访问到了 这个就是咱们整个的一个框架已经搭建好了 这就是咱们需要开发的一个最基础准备 这期课就讲讲到 把咱们这个整个的配置文件 环境搭建好了 而且能运行了 这个环境里边还缺少了一个edui 161i等咱们用到的时候咱们再把它加进来 现在还不需要 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